很多東西是預計不到的 但我們… 我剛才看到有一個窗,我看看是甚麼 好,人生都是一樣,很多的變化,變幻不是永恆 在變幻的裏面,我們能堅持信仰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好,時間關係,我就不說那麼多閒話 我就跟回大會早前給我的題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 《百多六及約望,治好聖殿門口的坦子》 記載在《中途大事錄》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十節 其實剛才培育幹事已經帶大家做了這個聖殿眾讀 讀了幾次,我就不會再重複了 相信大家對這點的聖經不會陌生 因為其實在聖道禮,我們也曾經在全年有機會聽過 而這點的聖經也是很明顯 在當時中途門他們出來傳教的時候 是一個最早接觸的一群人 好,那甚麼呢? 我經常都說我們要看聖經的時候 就不只是看過一段 其實今天我們集中是看三章一到十節 但我們看聖經一定要知道 究竟這段的聖經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呢? 因為它的前因是怎樣?後果是怎樣? 是對我們明白這段聖經是非常重要的 這段聖經的前面發生甚麼事呢? 如果大家熟聖經就會知道 因為在中途大事錄裡面 我們發覺在最初 中途耶穌復活聖天之後 十二中途街徒聖母瑪利亞和一群人 他們在樓房上祈禱 後來就聖神降臨 我們記得聖神降臨節 就是記驗這件事件 聖神降臨之後 百多禄出來講道 幾千人就因為百多禄的講道 就信了主 三千人歸化 聖經說 但三千人歸化之後 有甚麼結果呢? 就出現了一件事 當然不同的聖經有不同的分題 我手上握這一本 寫了一個叫做新興的教會 那怎樣新興教會呢? 這個就記載在中途大事錄的第二章尾 正正是今天我們看的第三章 第一到第十節的 剛剛對回前的部分 由第二章的四十二節 就到四十七節 我想讀一讀給大家聽 你可能不用看 你聽我讀都可以 因為很熟的 我一讀你就知道哪些 聖經說 他們專心聽取中途的憤悔 時尚斷墜 抹餅 祈禱 因為中途顯了許多奇蹟意事 每人都懷著敬畏之情 凡信了的人都齊襲一處 一切所有皆歸功用 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 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 每天都成群結對地前往聖殿 也挨護抹餅 懷將歡樂和誠實的心 一起盡食 貪魂常讚頌天主 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 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 加入會眾 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 我們說初期和早期教會 當三千人歸主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 很開心 因為他們常常相聚一齊 裡面剛才那段聖經講到怎樣 他們常常聽中途對他們的教訓 並且聚會在中間抹餅 這個抹餅也是我們今天聖體聖事的前身 也有祈禱 祈禱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記得在福音書裡面 耶穌都教的門徒祈禱 當時門徒問耶穌我們應該怎樣祈禱 耶穌就教了他們 就是我們今天的天主經 他們一齊的祈禱 這個圖畫其實是很美的 當然 一群的人 跟隨主的人 一群的門徒 能夠聚集一起 同心合意 甚至一個很大的 一個合一的精神 一個共融團體的精神 他們說到什麼 繁物公用 很多人賣光他們的家產 就拿到中途的面前 而中途就按他們的需要 來分配給他們 用另一個字 真是叫共產 這是概念 概念上 真的 他們能夠無分彼此 按著需要的就給他們 什麼叫公平 公平不是均等 我們要知道 香港每人派五千元 這個就是均等 總之你有身份證 你又符規矩 這個就叫做均等 人人一樣 按照需要就不同了 按需要有很多朋友 可能都不自在這五千元 但我們不要忘記 很多的老宿者 很多低收入的家庭 活在最低下階層的朋友 其實這五千元 可能對他們很大的幫助 所以需要和均等 是兩件事 而聖經這裡看到 早期的教會 中途 是按照當時我們教友 信徒的需要 按照他們的需要 就給他們了 這個精神是非常好的 但正如剛才我說的 這種美好的圖畫 又可以維持多久呢 但又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看回整個教會的歷史 很多時候 基督徒的團體 我們很享受 我們在一起的時刻 我們很相信 我們是一班天主所挑選的子民 我們是特選的 是他拯救的 其實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落入了一種 怎麼說 可以形容為一個封閉的一種環境 終然呢 我們是很開心 很溫馨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有一點點 怎麼說呢 對外面的世界 我們似乎隔開了 因為我們太舒服了 有時候我開玩笑 就說 我們在這個歡樂天地都很好 那是對的 如果我們撇除在教會 或者在一個團體裡面 一些弟兄姊妹的摩擦 不和睦 但如果我們從一個理想上來說 我們抱同一個信念 耶穌基督說 我們互相稱為 弟兄姊妹 很開心 你想想 可以不停地望尼撒 我們可以領性體 我們可以假裝告解 又朝拜性體 這些全部都是令我們 感覺很良好的一種狀況 一個這樣的環境 其實這個正正是 剛才我所讀出的 《中途大事錄》 第二章結尾的部分 這個環境我們是很嚮往的 我們很喜歡的 但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慢慢 每晚當我們太嚮往這種環境的時候 我們就變得 跟外面的世界 我們隔開了 就因著聖堂的圍牆 將我們裡面的世界 和外面的世界 分開了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境界 而聖堂或者唐區或者教會 就成為了我們一個很安樂 一個很溫馨的地方 一個我們自己基督徒的俱樂部 我們想 究竟教會裡面 教會內 這一種的團聚 這一種溫馨的感覺 這一種我們彼此的 互相關懷 去實淺愛 互相支持 這一種的生活 我們會覺得是多麼好呢 而相對外面 外面的世界是怎樣呢 我們認為外面的世界是 是充滿罪惡的 是魔鬼的世界 甚至認為這個外面的世界是冷漠的 是殘酷的 究竟為什麼我們要出去冒險呢 所以甚至 很多時候 我們基督徒 反而是很嚮往 很喜歡我們在教會的環境 而甚至相對來說 很相對地 我們就將這個外面的世界 我們成為一個我們不喜歡 或者說不嚮往 甚至不願意去接觸 去相處的一個世界 我們覺得兩個的環境 是完全是割離了 今次帶我們看回今天的聖經 如果我們熟悉聖經 我們會知道 大家都應該知道 其實《中途大士錄》 就是《路加福音》的下集 我們知道 其實兩本書是同一個作者 《路加福音》和《中途大士錄》 是同一位作者 是《路加醫生》 他寫完上集的福音 後來他就寫《中途大士錄》 上下集 我們看到《路加》 在他描寫了 《中途大士錄》 他描寫了 這個新的信徒群體 這種生活之後 他就緊接著 我們早期教會 我們的教友 中途 他們如何面對外面的世界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是把兩種地方 明顯地分割 基督徒不僅是活在教會的牆壁裏面 而教會的牆壁以外 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環境 所以你就明白 為什麼我剛才刻意 把第二章結尾的部分讀出來 因為如果你整體來看 看到《路加的心》 或者說他透過《中途大士錄》 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我們今天教會 我們弟兄姊妹 不只是想 活在一個我們感覺舒服 感覺良好的一個 很充滿禮儀 或者說只有盛事的一個環境裡面 而是我們需要 當在這種環境裡面 我們得到我們靈修上的滋養之後 我們仍然需要踏出 踏過這個聖堂的圍牆 我們需要進入到這個外面 甚至我們認為是充滿罪惡 一個很冷酷 一個很冷漠的一個世界 我們需要進入那裡 盧家醫生告訴我們 當時他們聚集在教會裡面 正如剛才我說的 他們有抹餅 即是我們雙數發展為今天的 聖體盛事 他們有接受 宗徒 對他們的教導 他們有常常一起的聚集 祈禱 而這些活動不是錯的 不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卻是不會因為這樣 而逃避了這個 這個外面一個 我們仍然說 一個悲慘的世界 特別我想今天 我們經歷了過去幾年 香港人 經歷了香港的環境 加上現在疫情 經歷了第五波 好像緩和一下 現在又好像升上去了 今天我又聽到 有一位教友 他家裡原來都剛剛 昨晚或者今天發覺有全家確診 我們遇到很多這樣的事 令到我們的心 好像很灰 令到我們 基督徒的生活 都好像沒什麼動力 但是今天這段聖經 是讓我們看到 作為基督徒 應該有一份的勇氣 和我們 應該不跟外面世俗的人一樣 我們有另一種 對世界的一種看法 因為我們不是期望 不是願意 去逃避這個悲慘的世界 而是我們要進入這個世界裡面 和外面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到 在今天這段聖經 第三章 第一到第十節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看到 當伯都禄和若望 他上聖殿祈禱的時候 他就遇到一個本身 生出來已經是徐腿的 即是說一位的坦子 所以我們見到 伯都禄和若望 是他們自己會有祈禱的時間 但是他們自己也有 好像其他猶太人一樣 他會上聖殿的 所以他們的生活 是一個很整傳的生活 不是一個跟這個 所謂的外面世界 隔離的一個生活 奇怪 今天我們看到這段的事件 就是他們上聖殿的時候 遇到這個坦子 當然我們基督徒 我們相信 我們每日的生活 我們所遭遇的事 我們所遇到每一樣的事 絕對不是一件扭熱的事 都有天主美好的安排 天主就是安排他們 遇到這位的坦子 這件事讓我們想到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 當我們基督徒 又或者我們自己 又或者我們身邊的基督徒 遇到這個世界上 很多一些悲慘的命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逃避呢 我們是不是不能夠回應 不能夠回答呢 事實上是 有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些外面教外的朋友 問我們一些問題 很可能我們都答不到 因為外面的人會問 如果天主是這麼愛我們 為什麼今天這個世界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多的罪惡呢 為什麼這麼多不公義的事發生呢 為什麼這麼多欺凌的事發生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與人之間 關係的割裂呢 他們很喜歡問我們這些問題 我們又如何回答他們 甚至有時候 不是教外的人問 我們教會裡面的弟兄姐妹 都是這樣問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在很多的限制裡面 我們有信德 但是我們的信德 未去到這麼圓滿的地步 所以我們仍然都面對很多的挑戰 基督徒 一樣都會面對很多的困難 當然 有時候不是落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就覺得沒事 但是當真正的苦難 一些的病痛 一些的失意 或者一些涉及到生命的問題 臨到我們的身上 其實可能 我們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們是問問題那個 而不是我們被人問 看看如何去回答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身份 很容易需要 這麼說 是一種的互換 我們不要以為那些問題很容易回答 頭腦上你是回答到 但是當你真的在苦難的當中 我們給別人的一些回應 一些的答案 是不是就能夠令困難 在苦難艱難當中的人 能夠感受到一份的安慰呢 所以這個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所經歷到一些的苦難 其實天主也是磨練我們 讓我們經歷了之後 我們能夠有一份的反省 能夠我們反省到 我們今天以基督徒的一個身份 如何去面對 如何去理解 從而 有一天 當我們能夠經歷了 我們得到這個教訓 得到這個啟蒂的時候 當有一天 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 或者教外人 他們遇到困難 來到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懂得真正的 如何去回應他們 那份的同理心 是真實的同理心 而不是假設我們去明察 有時如果純粹是頭腦上的東西 我們會假設我們明白 假設就很容易 但是那種的困難 那種的艱難 有時如果我們不是經歷過類似的狀況 我們很坦白說 有時我們真的未必那麼容易去理解 它主要是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有這份心 從而在我們靈性的道路上 一步一步我們可以 可以獲得成像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 基督徒面對艱難困難的時候 我們不是逃避的 我們卻是要正面的 我們去面對 這跟某些的宗教不同 因為某些的宗教 他們理解人間的苦難 都是覺得這些不是真實 這些不是一個幻象 他們有些的提法 但我們竟然不是 我們真的勇敢地去面對 因為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是真實的 回回頭 我們看回今天故事裏面 裏面提及到這位的坦子 他在一個什麼狀況下 他需要全然以靠別人 我自己沒有真正經歷過坦子 因為我不是與生俱來 行動有困難 但我記得我小時候很貪怪 我媽媽經常說我 每年大時大節 逢你聖誕復活 我的腳肯受傷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喜歡踢球 我以前大家都知道 熟悉那些就知道 我以前會讀書 寄宿 寄宿 掌上就規定我們同學 每天就一定要踢球一個小時 我經常都踢球 但是我們的球地 當然不是這麼漂亮的草地 根本是沙地 納青地 所以如果踩球車 一線一跌 就很糟糕的 年年逢你大節 幾次都是 我就跌到傷了 膝蓋 兩個很大 比5元的傷口 大件事 很難埋口 因為那些關節 我自己很糟糕的 一傷就一定發炎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整個假期 兩三個禮拜 就在家裡敷藥 我媽媽很有愛心 就天天和我 判藥 敷藥 來幫助我 我就明白到 一傷了的時候 你走不到 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我們也明白 如果當我們有朋友 或者家人 走到不方便 我們就知道那種是不能 其實是真的很痛苦的 因為你走不到 一人都得意 人呢 怎麼說呢 我們今天我們有手有腳 能夠自然的 可以使用 真是天主給我們很大印象 為什麼呢 我又記得 在我媽媽晚年的時候 因為她的神經線 不好 她覺得會麻痺 所以慢慢她覺得 走路都沒有安全感 後來要坐輪椅 那你不要說行動不方便 我去照顧一位不方便的親人 我也很不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推著輪椅 很多地方去不了 所以今天現在社會進步了 我們有很多無障礙的設施 都是幫助一些行動不變的人 我們要明白 所以我們會理解 這位的坦子 是與生俱來 她在母胎裡面已經不能夠 即是腳已經不能夠 所以我們明白 在她的一生 為她造成很多不方便 她的生命 就是要不斷地 依靠她周邊的人 來幫助她 或者這麼說 她根本就是一個很無助的人 甚至我們看到 在今天這個故事裡面 她生活也可能出現一些困難 她要請求別人去施捨 所以想想 如果她自己生活起居 她都這麼難照顧自己 而她也要尋求別人的施捨 所以是很困難 甚至進一步來講 她成為了一個很無盼望 甚至去到一個很絕望的心境 但是聖經永遠 被我們看到一種盼望 對這位坦子來說 其實她今天我們看到福音這裡 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喜訊 為什麼呢 因為她最初我們看回聖經 她是尋求施捨 但是結果是怎樣 我們剛才讀了三次 結果是怎樣 竟然出乎意料 她得到的 比她所要求的更多 她本來只是要求施捨 但是最後她是得到醫治 這一個醫治 可能她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你想想 她與生俱落都是一個坦子 有什麼可能可以行走 她想都沒有想過 但原來天主在她生命的計劃裡 她展現了一個很大的神跡 藉著百多禄 她能夠再次行走 她本來是要求金錢 但到最後她竟然能夠行走 由於她能夠再次行走 我相信對於她往後的生活 是一個很大的喜訊 她能夠靠自己一雙手 能夠去賺取或者說 找到她生活的所需 所以百多禄對她所行的這個神跡 是完全改變了她的生命 所以今天在之前聖言中讀 陪育主又不是大家預備了那個脈賞 是非常地好 她提醒我們去想回 當然我們未必是一個坦子 但我們會想到在靈性上 或者生命的裏面 其實天主對我們那種拯救 怎樣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有困難 甚至可能在一個很絕望的環境裏面 重新得著一個盼望 得著一個希望 並且完全把我們的境況 那個處境能夠改變 我們看看這位的坦子 這位的坦子 她本來是要求金錢的 但是百多禄如何回應她 在剛才我們所看的經文的第六節 聖經說 百多禄卻說 銀子和金子我沒有 但把我所有的給你 因勒澤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字 你起來行走白 這句話不簡單 這句話 你想想 如果她說這句話 開頭上半部 她一說完 如果我們代入 我們是那位的坦子 一定很失望 你求的是金錢 竟然百多禄說 我沒有錢 我試過 我記得有一次 很多年前 我出街 那天就賣旗 賣旗 你知道 小朋友走過來 先生買旗 死了 真的沒有了碎銀 我碎銀包 沒有碎銀入 我問她 我沒有碎銀 紙費行不行 真的 那種的感覺 是嗎 因為她求的是金錢 但問題是 伯多禄說 我沒有錢 幫不了你 可能她好像 一盆的冷水 淋落頭一樣 但是伯多禄卻說 我因耶穌基督的名字 使你起來行走 所以我們看到 坦子 因為這個神跡 她可以重新找到人生的希望 我們要看回 這個故事 不只是停留在一個簡單的地步 記不記得 剛才我為何刻意讀出 第二章最後幾節 如果大家仍然記得 那幾節是說什麼呢 就是 那些基督徒 特別是說 本身有一群耶穌的跟隨者 突然多了三千人 他們會將他們的財產 甚至有些人 甚至全部的財產 拿到中途的面前 任中途安排 怎樣來使用 即是說 這件事 反映什麼呢 中途是管理 他們所共有的財物 即等於 不知道會不會等於現在 唐區的財務小組 或者是木職團 我不知道是否這樣等到 他們是管錢的 而他們由於管錢的緣故 即是說 中途是決定怎樣去使用錢 但我們不要忘記 當你管理這些錢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 有權利就有義務 有義務就有責任 我們不是亂花錢 我們不是亂花錢 等於最近 我們唐區 我們唐區有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就是聖安多利基金 這個基金特別是幫助一些 真是沒有錢 在一個很缺乏的裏面 我們是一些慈慰的工作 是照顧他們的生活 是一些很基本人 最基本上的生活的需要 那麼這個基金 就是用在這些人的身上 最近就有一個教區 有一個 怎樣說呢 一個委員會 他們都是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就問我們唐區 可不可以在這方面 繼續捐助支持他們的工作 那麼我記得 我們開會的時候 即財務委員會 我們都很樂意 捐助幫助他們 但是幫助他們之中 我就在那裡都交代了 就是說我將來 我將這張支票交給這個機構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講清楚 講清楚些什麼呢 就是說這筆的錢 其實是教友的奉獻 這筆不是我的一筆 是教友的奉獻 而教友對這個基金的奉獻 的意向 特別用在貧窮的人 最前線生活有困難的人身上 而並不是用在一些行政的使用 職工的一些的薪酬 不是那些的東西 我們是用在最前線 真的存數去讓那些的人 得到生活的所需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既是一個管家 聖經說 我們是一個管家的職份 我們要很小心 那些錢不是亂用 不是亂花費 而最重要的是 這些是教友的奉獻 我們無權去改變 教友奉獻的意向 所以我為什麼講這件事呢 我講這件事的意思 即是說 伯多禄 他們是管理一些 教友的奉獻 他們要很小心的運用 正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要很小心的處理 亦都不能夠無限量地去做 亦都要很刻意的小心去使用 所以我們從這件事裡面 我們看到 我們估計 就算伯多禄在金錢上幫助他 他都未必 那你幫得多少 你無止境 你可以幫得他多少 幫得他今時嗎 下個月嗎 下年嗎 下一個十年 幫得多少呢 但是我們從這件事裡面 我們看到 其實金錢 和我們去特別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這些施捨 其實並不是我們信仰團體 一個最主要工作的目的 這句說話我很小心 我想重複一次 用金錢 和特別在一些慈善的施捨 工作上面 這個我們要做 如果我怕大家聽不聽 左神父說不用做 我慘了 我想主教要召見我了 我不是說不做 但你聽清楚我所說的 這個並不是信仰團體最主要工作的目的 你想想其實很簡單 當百多六中途他們已經有一筆錢 很簡單 我見到一個有需要的人 我給錢他們就這樣解決了 這也是正正我們今天 可能作為一個宗教團體 我們常常都做的 幫助詞 剛剛上個星期明愛 我們去做的 我不是說這些沒有意義 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 我只是想說 這個並不是我們宗教團體主要的工作目的 但今天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們將本末倒置了 這個成為了我們主要的工作目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是基督教 我小時候回教會 我記得一位老牧師 怎樣跟我們說 他說我們今天基督徒 一定要做慈慰的工作 見到別人有需要 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去幫助他 這個絕對沒錯 接著他說不過 不過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假設我們不做這些慈慰的工作 仍然社會上有很多的慈善團體會做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傳福音 沒有人會幫我們 公益金不會幫我們 東華三院不會幫我們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想說 慈慰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做 作為基督徒的見證我們要做 但是我想說這個並不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我們幫助他們出自一個憐憫的心 出自天主給我們一份仁愛的心 但是我們不是做了慈慰的事就算了 所以 剛才我跟大家舉的一個例子 這個機構 就是他問我們可不可以去 有一些捐助 我當日都跟他們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沒有問題 我說我們絕對樂意幫助有需要的 不過我再加多一件事 如果 如果你發覺到 當你做這些慈慰的工作的過程 裡面有一些受惠的人 他很 怎麼說呢 很欣賞 或者說很感激我們那個信仰 而甚至他想進一步了解 多一些的話 我請你記住這些名字 你跟我說 我們唐區一定有教友 很樂意跟他們分享福音 跟他們去聯絡 甚至如果有些小朋友 我拍心口 我能夠找到一些教友 為那些小朋友 開一些兒童班 讓他們聽聽福音 聽聽信仰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才是我們唐區應該做的 所以甚至我跟這個團體說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不是一個從屬的關係 但我跟那位主任說 我當你是我們唐區 一個擺在最前線 去接觸未信主的人 的一個橋樑 真的 其實很好 因為有時候 你看到唐區搞福傳 沒有人來 找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是老教友 我們認識的全部都已經是教友 你跟誰傳福音呢 但是難得 我們做這些慈慰的工作 我們接觸的是最前線的人 他們未認識耶穌 甚至以前我做學校 最開心 為什麼呢 我經常說福傳 都沒有福傳對象 在唐區 做學校最好 每年有幾百人 沒聽過耶穌 走來我們學校 這些就是福傳對象 當然我們不可以黑銷 但我們能不能夠 很有智慧 我們經常說 放牆線 就釣大魚 我們用福音 來慢慢很有智慧 來吸引他們 或者能夠產生一些 很舒服的人生的智慧 對話 慢慢產生這些東西 我們就能夠有機會 逐點逐點表達我們的信仰 所以剛才我想說 這麼長篇 這麼大段的事情 我就是想說 其實呢 我們 慈慰的工作一定要做 但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一個福傳的福道 而今天這個例子說得很好 當他們中途離開了一個 好像很舒服的環境 進入到這個世界 他就要將這個福音 一個整傳的福音 能夠帶給這個黑暗 和有需要的世界 而在剛才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看到些什麼呢 百多禄怎麼說 金銀我都沒有了 接著他將他所有的給他 他所有的是什麼 原來就是耶穌基督的名字 原來耶穌基督的名字 是帶著一種的能力 這種的能力 甚至是有醫治的能力 這個坦字是怎樣 所以作者路加他很強調 他說從沒有胎中 他就有坦 即使他表達就是 從人來說 基本上沒有機會 特別在古代的世界 醫學何來這麼災明 一個基本上與生俱來的坦字 都不用想 他都不用想 他根本沒有機會可以行走 是當時的醫學的世界 但是百多禄 他就幫助他 讓一個人 從聖殿門口遇到這個人 他從一個無助 從一個他要依靠別人幫助的生活 到後來聖經怎麼說呢 他隨走隨跳 讚美天主 他本來就行走不到 但是作者路加他寫這個故事 他刻畫得很好 一個行走不到的人 竟然能夠隨走隨跳 讚美天主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等於聖保祿宗徒 在後來他的書信裡 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在哪裡軟弱 就在哪裡變得剛強 簡直路加和聖保祿宗徒 不謀而合地說的 這位的坦字 他最軟弱就是什麼 我不能夠行走 但是他反而能夠 在他最軟弱的地方 顯出他的剛強 他竟然變得 隨走隨跳的讚美天主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們看回路加 他寫路加福音裡面 我們常常見到 耶穌基督他所宣講的信息 和他所依置的能力 是兩者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同樣 由於中途大事錄 都是作者路加寫的 去到中途大事錄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精神 是半徹始終的 即是說這個新的團體 因為耶穌已經升天 這個新的團體 由中途帶領的信仰的團體 仍然一樣擁有 好像耶穌基督的能力 他們為這個世界 他們能夠帶出什麼呢 就是一個醫治的能力 醫治的可能 神跡發生的可能 但是同樣 這個神跡發生的同時 這個福音的信息 是臨到這個人 因為其實 神跡可以就這樣發生的 伯多禄可以說 你起床行走 他當了自己是耶穌 你起床行走 他就行走就走了 他不是多謝耶穌 只是多謝伯多禄 所以我記得剛才我說 我小時候是基督教 在基督的時候 那個老牧師 我從他身上學了很多 他說 今天你們是基督徒 你們要將人 一些人 完完全全地 帶到天主的面前 不是帶到你的面前 他說耶穌有門徒 但耶穌沒有徒孫 但是今天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信仰團體 看到是甚麼呢 就是 好像每個人 收靈 那些是跟隨你的 不是跟隨耶穌 我們今天 要互相勉勵 我們不是要收靈 不是要找一些 跟隨我們的人 不是 我們要將他們 完完全全 帶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這是新約聖經說的 記不記得 聖經裡面說 他必興旺我必須美 這是在說甚麼 約翰使者說的 他在說耶穌基督 其實不要忘記 當時我們熟悉福音的話 其實約翰使者 在耶穌之前 他有一群很多的人 是跟隨他 後來他說 他必興旺我必須美 慢慢 他甚至跟他的跟隨者說 他說 請按隨現世罪的天主公約 他請他的跟隨者 去跟隨耶穌 我們今天能不能夠有這份胸襟 我們能不能夠 將人完全帶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從今天這個故事裡面 百多禄他怎麼說 我因耶穌基督的名 請你起來行走 所以這位 這位得到康復的坦子 他歸光明給誰 是歸給耶穌基督 不是歸給百多禄 所以這個事件給我們很大的提醒 讓我們明白到 我們跟路加福音所說的一樣 無論我們做任何的事 無論慈慰的工作 無論是一些神跡歧視 我們要讓耶穌基督的福音 這個信息 臨到這一群受惠的人 得到福音的人 得到改變的人 我想這也是今天我們 在這段聖經裡面 被我們所學習到的 而我們今天所做的任何的工作 不是單單只停留在 讓受苦的人得到幫助 得到憐憫 甚至說他們聽到一些同理心的說話 一些的安慰 一些的鼓勵 我們不是停留在這裏 沒錯,我們要做這些 但是我們要讓他們能夠看到 我們整個的行動 整個工作的背後 那個的目的 是讓他們有機會看到 我們這樣做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 所以伯多禄說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命 所以我們回到聖經 我們記不記得 當耶穌派遣十二宗圖的時候 聖經怎樣去說呢?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節 聖經說 耶穌說 刺給他們制服一切魔鬼 並治療疾病的能力和權兵 所以我們今天作為主的跟隨者 耶穌基督把這個能力 把這個權兵都給了我們 如果我們仍然記得 在馬逗福音二十八章 耶穌升天的時候 他怎樣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兵都刺得我 所以你們要去 因父子聖神的名為他們付洗 凡我所教訓你們的 都要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作為基督徒 耶穌基督已經把這個權兵賜給我們 不過當然神恩各有不同 有人有酸講的神恩 也有人有驅魔的神恩 也有人有治病的神恩 神恩不能強求 這個隨著聖神給我們 但我們就要明白到今天 聖神給我們是甚麼的神恩 我們因耶穌基督的名 來實踐出來 其實有聖經講到很多不同的神恩 可能你有的是一個先知的神恩 可能你有一個謊言 涉音的神恩 又可能你有治理的神恩 治理教會的神恩 又或者你有幫助人的神恩 又或者你有宣講的神恩 我們今天也需要在主的面前 好好地聖策 看看天主將甚麼的恩寵 甚麼禮物給我們 以至我們好好在一個教會 在一個大公的教會裡面 我們貢獻我們自己 我們去服務 為教會去服務 剛才我提及到 在耶穌他派遣的十二個鐘頭 或者後來他派遣的七十人出去的時候 聖經怎樣去說呢 他們出去做見證之後 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 聖經形容他們 因為他們因著耶穌的名 連魔鬼都服了他們 如果我記得 在勞加福音第十章裡面說 這七十個人 因著耶穌基督的派遣 他出去因耶穌的名 連魔鬼都服了他們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我們這裡 在這段的記載裡面 雖然跟隨耶穌的人 他手上的金錢未必那麼多 我們今天都是一樣 我們唐區 我們都做持衛的工作 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金錢又有多少呢 也都坦白說 在疫情期間 很多的唐區 我們收的奉獻都少了 因為現在教友回來都少了 我們都少了很多 而相對來說 我們由於我們得的奉獻少了 我們對於持衛的工作 我們的能力也都是減低了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跟今天所說的 中途大事實都是一樣 我們金錢未必很多 但是我們擁有一個無限的能力 原來是我們可以 恩爵耶穌基督的命 我們有這些醫治的權力 所以今天我們不要完全依賴這些 而正正是因為 很可能我們在物質上 未必那麼豐富的時候 我們不要因為這樣而氣餒 不要說我們今天沒有錢 我們沒有錢再去幫助一些 持衛的機構 但是我們要記住 我們今天天主給我們的召叫 不是因為我們有多少錢 而是因為我們有那份心 去帶著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權命 我們是因耶穌基督的命去做 因耶穌基督的命去做的時候 奇蹟就會發生的 治病就能夠得到醫治 所以我們不要將我們的東西 轉移了一些物質的東西 包括轉移了在金錢 如果我們依賴金錢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是信主 我們的信德是金錢 我們和外面世界的人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今天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信德是在耶穌基督那裏 我們的權命是恩著耶穌基督 將祂的名字的權命 賜予了給我們 因為祂是派遣我們 恩著祂的名出去宣講祂的公主 就算有一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時我經常想像 有一天 如果我們已經再沒有教友奉獻了 我們沒有錢的時候 難道我們就不是福音作見證 我們仍然要出去 因耶穌基督的名 宣講這個福音的起信 我們不要靠這些物質的東西 這個是世間的人依靠的 但當我們有 我們要用 我們要運用 我們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但就算萬一我們沒有 我們缺乏 仍然會阻礙我們 對這個世界服務 宣講天國起信 這個福音的心 所以我見到伯多禄 金銀我都沒有 我因耶穌的名 要你起來行走 我們能否有這份的抱負呢 能否有這份堅強的 對我們所信的福音 那份的自信 那份的決心 求助幫助我們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都看得到 當今天在這段聖經裡 當因耶穌基督的名 醫治了他 在今天聖經最後一句 怎麼說呢 他說周圍的人 就覺得很驚奇 很詫異 就正正是因為這樣 引致了些什麼呢 剛才我不是說的 開頭的時候 我們看聖經一定要看頭看尾 頭呢 第二章尾呢 就是講他們的新的團體 他們一齊的祈禱 凡力功勇 那種團體的歡樂 那種喜願 但是因為這個神跡發生了 今天我們第十節講到 周圍見到的人 就覺得很詫異 很驚奇 而引致到百多禄 在後面 第十一節往後 這個大家有時間回去看 第十一節往後 是什麼呢 百多禄出來講道 他解釋 這個神跡究竟是什麼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由著恩長俠 百多禄 他去解釋這個醫治 這個神跡的意義 其實那個內容是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救恩 是遠遠超過我們見到肉體的 我們的需要 或者我們的健康 百多禄就在那裡表達了一段 我們回去看一段很長的聖經 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不是焦點放在神跡那裡 而我們要看到這個神跡背後 這個人獲得康見 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 而事實上 有哪個人有這個權兵 有這個能力 可以這樣去宣講 那就是百多禄 百多禄是什麼 他就是活在一個信仰團體裡面 即使說 我們今天 如果你活在這個信仰團體 即使我們今天教會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活在今天我們教會 我們成為教會的一份子 我們今天每一個的基督徒 就有這個權定 可以宣講這個意義 所以弟兄姊妹 這段聖經是給我們很大的安慰 如果百多禄 不是屬於這個信仰團體裡面的人 其實他說的 就是一個 怎麼說呢 他只是口齒伶俐 好像一個在賣東西的人 我記得昨天因為我電腦壞了 我問一下有沒有得夠 我走了去黃金商場 下面轉角有一檔東西 經常都見到 那個人賣東西很厲害 哇,拿過油 我心想 我都很吸引 我都想買那件工具 它很便宜的 今天是大特價 不知多少錢 你先試買又不知多少錢 趁早買 然後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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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買行了 請你幫幫忙 他有些馬仔 然後就買 我不知道那些其實是妹 還是什麼 但他們就是這樣買 很吸引 但其實我們今天不是騙人 我們不是賣藥 不是江湖賣藥 我們只能夠 首先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好像百多禄一樣 我經歷到復活的主 當我們經歷到的時候 我們出來宣講 做見證的時候 就有力了 因為我們真的經驗過 所以這個是很不同 對於聽的人來說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很快就突白了 OK 我們看到 在福音的時代 在路加醫生 路加福音的時代 很多人 仍然 他們有一種想法 他們覺得這種坦子 是怎樣呢 就是可能他犯了罪 或者他父母犯罪 記不記得福音 有一次他們問耶穌 這個人有病 是因為他犯罪 還是他父母犯罪呢 人家很有趣 就是這件事 他會解釋為 有可能他犯罪 又或者我們 今天這個時代 我們怎樣去理解 一些朋友 患了某些疾病 可能我們會覺得 心理上 生理上的原因 令他這樣 但是其實 作為一個信仰團體 我們不要有這種想法 耶穌也說 不是因為他犯罪 不是因為他父母犯罪 而是天主要借助他 能夠顯出天主的光榮 我們記得福音書這一段 大家在《無花果書》 我想都應該聽過那一段的福音 我們作為一個信仰團體 我們怎樣去理解這些事呢 耶穌怎樣去說呢 耶穌說 核子漢傑 坦子能夠行走 長大麻蜂的可以得到醫治 龍子可以聽見 死人復活 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其實這個福音是要想到的 今天呢 在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不要以為很奇蹟的出現 在我們四周圍 我們看到無限的奇蹟 有時候奇蹟 你不要想到這麼誇張 死人復活 但是有時候 我們看回真的 好像沒什麼可能 很困難 但是其實那些的事 天主就將很大的恩寵 臨到我們 我剛剛成熟一位教友 在上一個禮拜初 接受一個很大的手術 就是心反的手術 如果大家知道就明白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風險 當然現在醫學進步了 但是風險仍然很大 這位教友請我為他祈禱 當然了 我很樂意為這位教友祈禱 但是他都說到很危險 他說做完這個大手術 原則上一般 這三天是ICU 但是這位的朋友 這位教友 你昨日還是今天 我忘記了 他發了一個email給我 他說 email有一個WhatsApp 他說很感謝主 哇 簡直是奇蹟一樣 他做完這個大手術 一進去就從ICU出來了 甚至別人很久都走不到 我已經走不到 這些其實不是天主 我們生命當中的奇蹟 奇蹟沒有分大小 但這也是一個大的奇蹟 天主讓我們能夠有生命 有我們好好的活躇 在他面前 其實我想大家都 大家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經歷過 無論我們自己 無論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 有很多在人眼中不會發生的事 天主都讓這些事 在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遇到 給我們好大的恩寵 給我們好大的福氣 所以這個是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 我們去理解這些事 別人理解這些事 就是一個神職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要焦點放在神職上 為什麼呢 我記得在二十幾年前 我第一次讀神學的時候 我很感恩 我跟到一位很好的教授 他跟我說 他說其實我們今天信的是什麼 是不是信神職 實在是 有很多深教友 有很多舞蹈者 他們很相信神職 沒有神職我就不會信主 有神職我就信 是啊 對的 對一個剛剛接觸信仰的人 可能是個心態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我還未出生 我爸爸媽媽 為什麼信主呢 我是1950年 為什麼信主呢 因為我媽媽當時有某種疾病 但是天主依慈了他 所以他恩著他的承諾 好 我就信主了 他和我爸爸就聽道理了 後來一起領世了 這個是真的發生在我爸爸媽媽的身上 但是沒問題的 如果當我們作為一個舞蹈者 一個新的教友 我們在我們的信仰 恩著某些神職發生 而我們對這個信仰 有些的倚靠 從而去認識耶穌 接受上去沒問題 就好像今天看到這個譚字一樣 但是問題不在這裏 而是當我們已經信了主 我們在這個團體裡不斷地成長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再依賴神職呢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讀完神學之後 我們做宗教研究 我很認識宗教研究 我和大家說 其實我很多其他宗教的朋友 其實我告訴大家 他們一樣經歷了很多的神職 他們祈禱就有神職 他們拜佛也有神職 他們歸醫道教也有很多的法事 就有神職 神職不是我們獨有的 如果我們依賴神職就信 沒有神職就不信 就很牙煙 因為我記得剛才我不是說 我第一次讀神學 九十年代那位教授 給我很大的啟蒂 我今天都很記得 不要忘記 當我們的信仰是依賴神職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正信的 不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是順頂那個神職 所以弟兄姐妹 記住 我們的焦點不是放在神職那裡 是一個信仰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中途大使用的記載 非常重要 它提醒我們 我們從一個信仰的角度去理解神職 如果我們恩著神職而信 因為神職而信 就毗加火 即是我們今天看到神職就信 有一天我們求神職 好像最近這幾天 記得我們平日的彌撒 聖道禮 他們當時的法利賽人 要求耶穌顯一個神職給他們看 耶穌說我再沒有神職 沒有一個徵兆給你們 我有的 即是約立先知的神職 就是耶穌的儒奧職 即是指向耶穌基督的身上 所以真正的信仰的基礎 在耶穌基督那裡 因為他死而復活的神職 大過一切的神職 我們在其他宗教裡面 我們見不到有人 可以從死者中復活 只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耶穌基督 他能夠從死者中復活 所以我們今天作為基督徒 我們的信仰的焦點 要對得很清楚 我們不要將一些事管抹到自 這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看今天這個記載 這種醫治的能力是怎樣 是因勒澤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字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很重要 我們因著耶穌基督的名字 耶穌基督的名字是什麼 原來他就是天上永活那位的主 永遠存在那位的主 也會主動向我們啟示他自己 介入在我們生命裡的主在 而且不僅如此 除了耶穌基督之外 耶穌基督在地上設立了他的團體 就是今天教會 所以這位耶穌基督的名字是什麼 原來就是耶穌基督 和我們今天地上的教會 兩者連結 所產生的一份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因著這個緣故 耶穌基督授予了給我們 這種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耶穌基督讓我們今天教會有一個使命 今天教會有什麼使命 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令病人得著醫治 如果不令病人得著醫治 我們為什麼要做婦友呢 我們為什麼要為疾病的人祈禱呢 因為神跡可以發生的 當然主權在天主那裡 但問題是天主仍然在這個世代 或者這麼說 在教會的這二千年裡 很多神跡歧視仍然會發生 不過耶穌基督不是黃大仙 不是說我們怎樣求祂的時候 祂一定要聽我們說 那個是阿拉丁神燈 天主不是阿拉丁神燈 去服務我們 我們有求必應 天主會按祂的需要 來施行祂的神跡歧視 有些的情況 祂仍然會施行神跡歧視 但有些的情況不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剛才我說到 我們今天教會 耶穌基督派以我們有三方面 第一 我們仍然為病人祈禱 希望病人得著醫治 第二 神跡是仍然在今天這個世代 是仍然會發生的 而第三 積諸教會 人的罪過可以得著整年 這三點 我們從今天這十節的聖經裡 我們看到 這是非常重要的 而更進一步就是 當每一次我們恩著耶穌基督的命 的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臨在 當耶穌基督的臨在 我們團體當中的時候 這一種拯救的力量 就能夠發揮出來 所以因此我們明白 為何百多禄可以說 我因耶穌基督的命 來去醫治 這個命呢 不要隨便說 如果我們亂呼喚這些 耶穌基督的名字 如果我們是玩 存著一種心態 我們是洩度耶穌基督 但如果我們憑著信德的時候 天主會幫助我們 與我們同在 好 簡單來說 我再進一步 在最後我想分享多一點 就是 往後我們會看到 第三章 在八多禄的宣講裡面 似乎暗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八多禄是怎樣 當它釐清 去解釋這個醫治的能力的時候 它釋這種醫治的能力 是一項上主所給我們的禮物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上主所給我們的禮物 我們會不會珍惜這個禮物呢 是很好 由於時間關係 我不可以拖大家太長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節的聖經 在《中途大事録》第十章三十八節 聖經怎麼可以說呢 他說 天主怎樣以聖神和德能 扶了納納納人的耶穌 使他秦行各處 私恩行善 至好一切受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天主同他在一起 這節聖經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日耶穌基督 他在地上傳教的時候 恩著聖神的德能 耶穌基督去到不同的地方 私恩、治病、行善 驅魔做了很多的事 因為天主和他一起 同樣我們今天作為一個 新的教會、教會的團體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亦都恩著基督和我們一起的緣故 我們是被授予 耶穌基督是派遣我們這種能力的 所以我們為了需要的人祈禱 為了疾病的人祈禱 仍然我們相信如果天主予以 神職可以在這個時代 能夠有顯現出來的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再福音帶出去 因為耶穌基督他怎樣說 和八九六說 如果你在地上捆綁 在天上也捆綁 如果在地上釋放 在天上也釋放 當然這番說話是說我們修和聖事 但是同一個時間 這番說話也是耶穌基督 賦予了我們教會 有這個權衛 如果我們今天不宣講 正如剛才我所說 我們不宣講這個救恩的時候 沒有人會幫我們宣講 如果我們今天教會 再不為福音作見證的時候 就沒有人會相信耶穌 所以耶穌是把這個使命的臨聲 我們看四福音 一樣 四福音說同樣的東西 耶穌基督他把這個權衛 是留給我們教會 我們今天教會 需要為靈魂的得救 而承擔這個使命 所以我們今天借著這段聖見 雖然是中途大洩落 我覺得也是一個福音 讓我們常常帶著這個福音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帶給更多的人 天主今天是很願意 用我們每一個 只要我們願意奉獻我們自己 將我們的生命交給主 而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好好做好靈修 如果我們都不靈修 我們都活出不了信仰 可能別人見到我們都害怕 這個叫基督徒 我遠離他 是他去天堂我落地獄算 不要 我們要活出一個好的 基督徒信仰的榜樣 吸引萬人 讓我們四周圍的人 看到我們 為何我們會這樣 為何我們這麼有愛心 這麼樂意幫助人 不是做給人看的 為何我們不會計較 這些就是吸引到人信主 吸引人信主 不是怎樣說 七見盛事 當然要說 但最重要的不是因為這些 是因為我們幫助到對方 和天主建立一份的關係 從而這個救恩 就臨到對方的生命 遠天主幫助我們 我想在這裏停一停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或是回應 好 謝謝左神父 非常清晰地 雖然是十節的 《衝浪大四六》 但是 讓我們更加廣闊高深 這件事 去看究竟我們的信仰經驗是怎樣的 好了 以下時間 看看有沒有大兄姐妹有問題 想借這個機會 都跟祖神父交流 之後我們才有一個 目瞞活動 因為在《衝浪大四六》 講奇蹟 我想我們很多時候 不是很留意 福音講奇蹟 大家都很容易 想到 原來《衝浪大四六》 都有這件事 大家有沒有 聽完之後 馬上有一些聯想 回應 或者一些看法 更加深會 與此 出信 彼此 有 只會 有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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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十七 十五 十八 大家不要客氣 不要等奇蹟出現 每一個人的發言 每一個人的分享都是奇蹟 好 阿滿麗娜姐妹 好 你和你 大家好 我想請問左神父一個問題 例如有教友要做手術 神父會為祂祝福 或是為祂保佑 神父會不會說我因耶穌基督的名 祝福你 或者保守你 手術順利 會不會都會加上耶穌基督的名稱出來 好 你意思是當一個病人想做婦佑的時候 神祂做婦佑的時候 會不會都會加上耶穌基督的名 好 左神父 你先回答一下 其實很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做任何聖事已經是因耶穌基督的名 在整個程序裡面 我們是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實我首先補充一點點 因為我們最近接觸一些教友 他們有些人誤解 我再重複 當然大部份的教友我知道 你知道 這個不是臨終婦佑 我們現在教會是叫病人婦佑 婦完可以再婦的 這個不是臨終婦佑 先不要嚇壞那個病人 其實我們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那個既定的程序 其實已經由頭到尾都是因耶穌基督的名 裡面很多次提及過耶穌 就不需要刻意用這句 這是不是什麼咒語 我因耶穌基督的名要你起來 這不是一個什麼咒語 婦佑聖事裡面 其實整個過程 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程序 你在我靈讚眾主裡面有的 婦佑的程序 是很豐富的 我們有很多次的祈禱 因耶穌的名 為你賦柔 寫免許的罪 很多這些 所以我們要放心 甚至有些他在賦柔前做了一個告解 這已經寫罪了 又是因耶穌基督的名 所以這個不需要刻意的再講 我那個神職人員本身 他不會刻意 但是如果做臨終大社就很清楚了 大家也知道 你看回那個經驗就很清楚 我以忠助受於我的循勤 為恩婦 這樣幫他卸罪 因為你在問的是那個富有姓氏 所以我就在講那個部分 好 接著有馬 馬師妹 你開了麥克風 你還沒開麥克風 你還沒開麥克風 我已經解除了你的聲音了 你要開麥克風 你要開麥克風 你在你的機器的系統 是 行了 再講 行了 是不是 現在聽到嗎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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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講 在用日常生活中 太多只